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上节课程中,我们已经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CYL来读取获取我们的接口数据 那接下来呢,这节课再给大家补充一些额外的小内容 首先来看一下,在之前我们也学过通过我们的CYL实现我们的文件上传 做过这样的例子 但是呢,到了PMP5.5之后呢,不建议大家选这种方式进行我们的文件上传了 那使用什么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CYLFile类进行一个文件上传 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个函数,可以看一下 会用到一个CYLFileObject,把它变成我们的中文的 创建一个CYLFile对象,它里面就包含了我们上传文件的信息 那接着通过它,我们也可以实现文件上传 来看一下怎么来做,来一个例子 第17个 CYLFile吧 在这里面呢,和之前一样 CYLIIT 到了CH 接着呢,设定一下 Siteopt到了CH 这是CYLFile的OBT的UIL 我们也是把它传到我们这个 Do Upload进行一个处理吧 拿过来 好,接着呢,来发送我们的数据 来设定我们以POST的方式来发送 再来发送我们的数据 设定我们一个数组形式 CYL的POST的Files DollarDate 接着我们来执行 EXEC DollarCH 再往下呢,Close一下 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 我们来得到一下这个数据 首先我们要得到一个上传文件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 CUILFileCreate来创建 这块呢,要指定一下这个文件的绝对路径 我们在G盘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4.jpg啊 把它拿过来 它的第二个参数 包括第三个参数 是我们的MM1类型 以及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上的一个名字 最终保存的一个名字 那接着呢,我也可以来指定一下 写上一个image的jpg 保存我也叫,假如说叫test4.jpg吧 这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呢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C UILFile 这样的一个对象 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只用指定一下这个数据 array写上一个 看一下这边我们叫什么 接收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浏览框的名字 我们叫File File 接着对应的上传文件的信息 就是我们的一个CURFile 这样就可以 那首先看一下 在它下边有一个4.jpg 把它删掉 包括不闪也没关系 我们叫test4.jpg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刷新 第17个 看一下是否可以上传成功 好,成功 那看一下 这里边应该多一个test4.jpg 这样的效果 也已经成功了 所以说有了它之后呢 以后就不要使用之前这种方式 上传我们的文件了 使用这种CURFile的形式来上传文件 当然呢,还有这样一个CURFile类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LFile 你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一个类 还没有中文 就看英文的吧 这样的效果 等以后呢,我们学到的时候再来看它 可以设定一些MME信息 包括一些投信息 都可以 这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再往下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 看到在这里边呢 还有两个函数 我没说到 一个是CURFile的CopyHandler 一个呢,还有一个CURFile 这个函数刚说完 对吧 那CopyHandler 通过函数的名字 我们应该知道 它代表的是复制我们的巨饼 第18个 CURFileCopyHandler 它可以复制巨饼 同时呢 可以复制这个巨饼的所有选项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一个1 CURFileI T 接着设定一下选项 SightOpt 到了CHE CURFileOpt 到UIL HTTP PLP Family .org 设定一个选项也可以 接着我不执行 我要复制巨饼 可以通过 CURFileCopyHandler 复制一下CHE 把它复给CHR 接着我执行CHR CURFileEF4EC 到了CHR 再来关闭 Close CURFile Close CHE和CHR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再看一下 第18个 看看是否能得到 我们的内容 得到了 包括我们说了 可以复制它所有的选项 我们再设定一个 SightOpt 到了CHR 到了CHR CURFileOpt 的Return Transfer 如果你这样设置完之后 你看 内容就没有了 它是返回了 不是直接输出 当然 你可以在这儿 再把它付给RES 输出一下RES Echo 到了RES 也能得到这个结果 好 这样的效果 那还有 我们再扩展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重置 之前所有的选项 可以这样重置 聚名 重置选项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CURFileO的RES Sight 重置我们的选项 那重置之后呢 假如在这儿 再来设定一下 SightOpt 到了CH CURFileOpt 的UIL 再指定一下 假如还是它吧 PAT Family .org 那这一次呢 又会直接输出 CH2 来看一下 你看 这输出IES了 因为我们已经 直接输出了 就不用再付给这个IES 没关系 这样写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 又可以了 它会重置我们之前 所有的选项 这个是Reset 比较简单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CURFileO 除了多线程以外的 相关函数 都带着大家进行了一个练习 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实际的 案例 像我们做个简单的网页爬程 实现文件上传下载 包括访问我们的HTPS资源 以及很常用的 请求我们的接口数据 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是把这些常用的函数 应用一下 最好呢 把它应用到你的项目里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MAS学院上 进行一个交流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